ов 这里是哪里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一个人流到后山来了 阿傅和哥哥他们都不知道 什么声音 好像是女孩子的哭聲 這個是主角 天嶺失去的一段記憶 他現在 應該說他之前是沒有這一段記憶的 雖然他周圍有很多人跟他講說 他小時候跑到山上玩 出了什麼事情之類的 不過他本能對這件事情完全沒有影響 所以這個記憶被打出來了嗎 這衣服好像有點大件 而且這比例 比例我怎麼覺得怪怪的 我看著了 我又不會有水 這下 我該怎麼離開呀 阿爹無安 又是那個哭聲 咦 聲音 似乎是從那傳出來的 太好了 說不定那裡會有路可以離開 莫非 小狐月嗎 啊 裡面好寬敞呀 還有一個小女孩 奇怪 她怎麼一個人 獨自待在這麼荒涼的洞穴裡 哇 唉 唉唷 好 好 好痛 你 你是誰 你怎麼會發現這裡的 你 你別怕呀 我不是壞人 不准你再過來 你再過來 我會養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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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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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主角從小就是個白癡嗎 唉唷 痛死我了 其實我是怎麼搞的呀 跌第三次交了 你看 我這個樣子 不像壞人吧 好像是真的 壞人才不會那麼笨呢 不對吧 為什麼小時候 會穿這種衣服啊 一個小孩穿這種衣服也太漏了一點吧 超奇怪 我也不知道 我瞞著阿富 樂到後山玩耍 後來聽到哭聲 想聽個仔細 誰之一不小心 就掉到溪裡頭 醒來之後 就發現被衝到這附近了 真的嗎 為什麼你會聽見我在哭 反正 就是聽到了呀 糟糕 我以為不會有人聽到 萬一被壞人發現了 就不好了 壞人 你到底是誰 為什麼 會一個人躲在這種地方 啊 結果 反正 我說了 你一定也不會相信的 可是你不說 又怎會知道 我不會相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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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上古的精怪一族 精怪 你看起來不像呀 除了頭髮顏色 怪了心 你 你不怕我嗎 我為什麼要怕你 山野間那麼多精靈鬼神 各種怪模怪樣的我都不怕了 怎麼會怕你 更何況 你還遠比他們可愛多了 真的嗎 真的嗎 對呀 等一下 你還沒告訴我 為什麼你會一個人待在這樣的地方 你的阿父阿娘呢 他 他們 被一個稱作太師的壞人 給殺死了 我那時候好害怕 因為裝死才逃過一劫 可惡 太過分了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聽我一位祖姐說 外頭的人都認為我們一族是蛊惑天子的妖孽 所以在朝廷少師請求下 那位叫太師的壞人 就把我們一族全都給殺光了 幸好 後來祖姐找到幸存的我 偷偷把我帶來這個少有人知的族內古老聖境 他吩咐我 要一直躲在這裡 不可以到外頭去 直到他來帶我離開為止 哦 原來如此 那你以後不可以再哭了 免得被壞人聽到了 到時他可是會來抓走你的 嗯 我知道了 我的名字叫做胡月 你呢 我叫鳳天玲 鳳天玲 好威武的名字 沒這回事了 你直接叫我天玲就可以了 天玲 嗯 好的 你一個人在這裡 不會很孤單 很害怕 會啊 我好害怕 好害怕 好害怕 可是也不敢隨便出去 我明白了 這樣吧 以後我常過來找你 陪你一起玩 你覺得如何 這 真的嗎 嗯 當然 是啊 謝謝你 我好高興啊 哪有人願意來陪我 我真是好高興啊 不過仔細想想 我要再來這裡 好像也會有些困難 因為我是跌入溪裡 才被衝到這裡來的 對啊 你是從後方山洞那裡跌下來的 一般人應該看不到洞穴的入口啊 真奇怪 而且外面是懸崖 水勢又很急 從那裡走是很危險的 即使我們族裡的人出入 也都要先化為圓形才辦得到 圓形 嗯 不過族姐告訴我 絕不能在不同族的人面前顯露出圓形 不打解 既然是你一族的秘密 我就不多問 不過你以後來 可以不必那麼麻煩 這聖經還有另一個出口哦 走 我帶你去 那以後 從這裡進來就可以了 那以後 看起來水勢很強 而且前方還有水潭 我會有水啊 不會的 我告訴你法子 法子很簡單 就是走進來之前 記得先念 避水不透五次 那身子就不會弄濕 還可以踏著水走過來呢 我做給你看 冰水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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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哈哈 好神奇哦 哇 水裂開了 嗯 這是秘密咒語 族姐說 因為怕我記不牢 所以改成了比較簡單好記的咒語 我看見你 但你絕對不可以告訴任何人哦 啊 原來這道水壁是瀑布 你們的聖境 竟藏在瀑布內 好奇妙呀 嗯 從外面看 它就跟一般的瀑布一樣 所以那位族姐 才讓我躲在這裡 好 那我走了 嗯 不過 你一定要回來哦 這樣的話 以後我就再也不會寂寞 也不會再害怕了 你放心 我跟你保證 我絕不會拋下你不回來 嗯 哇 實在太神奇了 天靈 這咒語很有效吧 好的 你快進去吧 被壞人瞧見就不好了 嗯 那你一定要回來哦 這樣還可以跌倒 真的是 不過看出來 胡悅非常的寂寞 一定哦 很快的 兩人成為知心的好友 兩小無猜 無話不談 你吹奏的這樂器真好聽 這叫池笛 是我祖姐教我的 這把池笛也是她送給我的 你若是想學 我可以教你吹哦 不要不要 學劍可以 學這些樂器可就要命了 哎 不如以後你天天吹奏池笛給我聽 這可勝過教我這個笨學生 你要我天天吹池笛給你聽 是啊 那你不就以後得天天過來這裡 可是你不是每次都是背著家裡的人偷偷來的嗎 若他們問起原因 那怎麼辦 傻瓜 天天來這裡自然不成 但你以後可以嫁給我啊 好 好大膽 我 嫁給你 是啊 你做我的娘子 如此一來 不就可以天天吹池笛給我聽了 來 這是我阿富給我的玉佩 說以後讓我送給喜歡的姑娘 胡悦 我想把它送給你 你也喜歡我嗎 我 到底喜不喜歡我 我也喜歡你 你用不著這麼害羞 我 那這個奉文玉佩 就送給你當信物 謝謝 謝謝你 我好高興啊 真希望我們都快快長大 嗯 我也是 其實啊 胡悦 仔細回想 我覺得 好像曾在夢中 見過你喔 蛤 有好幾次 我都在夢中 見過一位跟你模樣很像的姑娘 不過 她是大人模樣 哦 她把機體 誤認為大人 我想 那應該就是你吧 真的嗎 我這模樣 其實是祖姐替我打扮的 她曾為我占卜過 太好了 我夢到的果然就是你 這樣我就可以迎娶你回家 我們以後便能永遠在一起了 可是 萬一被壞人發現 會連累你的 放心 我會保護你 我一定會好好勤練武藝 不讓任何人欺負你 以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無論發生什麼危險 我都會守護你 你放心吧 真 真的嗎 當然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這是我們的約定 我們的 約定 是啊 以後 這就是我們兩人之間的約定了 嗯 我們的約定 我們的約定 這個秘密聖經 終於被前來演過的朝廷太師給發現 這個秘密聖經 終於被前來演過的朝廷太師給發現 想不到 竟還幸存一個小妖女沒死 今日老夫要徹底斬草除根 永絕祸患 這太師好眼熟 你 你是 他是什麼人 就是 殺死我們殷族的那個壞人 什麼 不許你傷害他 小鬼 沒你的事 快讓開 你快逃 我來替你擋住他 我 小鬼 玩夠了吧 放 哎呀 真是殘忍 天龍 連一個小孩都不放過 妖孽 已經含有心情去擔心別人了 到底誰是妖孽啊 哼 除了陛下身邊的傢伙之外 這應該是最後一個了 妖孽 受死吧 什麼 怎麼回事 是誰 竟敢對本太師妄施定身咒 阻我斬殺妖孽 得罪了 太師 是白王 你是何人 在下乃是神器轉世者 神器 神器轉世者 正是 閣下在古蹟中 或許曾見過太古石神器之名 太古石神器 中見覆葫隆 青鼎印鏡石 閣下難不成 是其中之一的轉世 正是 因在下與此女娃頗有姻緣 還望太師您高抬跪手 留她一名 哼 豈有此理 本太師諸殺此妖女 正是要阻她掌成 以免來日又成蠱惑君王之妖孽 太師乃忠義之人 憂國憂民 在下明白 若本太師回局 兼職殺她 你便又將如何 難不成 閣下行將對我不利 在下並非如此魯莽之人 請太師放心 在下已有不必殺她 卻又能將她阻絕於氏之法 不 那倒願聞其香 您只需將她封印起來即可 如此一來 她便無法蠱惑君王 封印 在下願教您一法 可讓她全無知覺 在此地沉睡千余年 那有何用 那千年後她若醒來 又蠱惑王氏 改當如何 那時 傷勢已不存在 故閣下不必擔憂 此話什麼意思 正如昔日商人待下 千余年後 天下早已易辱多次 改朝換代 此乃天理之常 請您不必多留 也罷了 那這個小男娃 該怎麼處置 若讓這小鬼回去 找人來營救這個小妖女 又當如何 此事倒也不難 在下特地學了福秦心法 可封住她對此事之所有記憶 原來會失憶 失憶是白王害德 福秦心法 傳說中能支配人神時記憶的法術 正是 若依此而行 不知閣下可否放心 好吧 所以一切都是白王搞的嗎 那女娃已被封印起來了 難道不怕本太師來日趁你離去後 再回頭 我殺了她 無妨 在下所教您的此一封印法 其實也是在保護的 除非封印解除 否則將無人能傷害到她 你 這姑娘本性善良 您就讓她在此封印內 安然沉睡千余年吧 她絕不會出來害人 閣下請儘管放心 那這小鬼呢 在下會帶她下山 找一處她親人溢於發現之地方 予允安置 除非冰死 或在下劍氣再次加於她身上 否則她將永遠忘記 與這女娃有關之事 因此 太師您大膽放心 劍氣 所以應該是宣言見 沒錯吧 好吧 那此事就如此處理吧 好嗎 搞什麼飛機 胡月 天灵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你也昏迷了好几天了 让我好担心 那个白王 下手还真重啊 白王 其实手下有拿捏分寸 只是他也没料到 你就会昏迷如此之久 让他也十分讶异 那他人呢 他离开了 他急于查出 姬克身上 为何会出现天脉之事 在灵区前 要我代他 向你惩治之歉 那个恩将仇报的家伙 之前说得好听 什么要答谢我 算了吧 我只盼望他 别再扯我的后腿 就信满遗族了 我们好不容易有机会 能收拾那个叫姬克的强敌 却被他生生给断肃 天灵 对不起 都是我善用紫禁石 才会害得你受伤 胡月 你没做错 你是为了救我 若非你牵制住姬克那家伙 说不定 我已命丧黄泉了 胡月 我还有一件事 必须要跟你说 我已经 想起昔日我们之间的事了 在你那一座盛情相逢的事 你就是在当时 在瀑布山洞里 那个独自哭泣的小女孩 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还有 我们之间的约定 我全都想起来了 真 真的吗 天灵 你终于 都想起来了吗 是的 你包括我 答应过要娶你的事 天灵 太好了 我 我等这一刻好久了 真难为你了 胡月 天灵 既然你都已经想起 我们以前的事 那你快跟我一起 离开这里 好不好 对不起 胡月 此事 我不妨答应你 为 为什么 你都想起我的事了 为何还是不愿和我一起离开呢 胡月 对不起 因为我心中 已曾向阿父起誓 要协助殷侯大人 复兴伤势 为此 就算将来可能会牺牲生命 我也绝不更改气质 可是 天灵 你 你这又是何苦呢 敌人如今 可是连天脉的力量都有了 唯一能抗衡的 只有黑火和白王 可是 我们手上也没有黑火了 而白王 也明说他两不相助 之后 若是再次遇到那个饥客 说不定 便会被他用天脉的力量杀死啊 胡月 即使我可能会死于极客手下 我也并不畏惧 能为保护自己的所害而死 我也是万分骄傲 天灵 求求你不要这样 胡月 对不起 求求你 天灵 求求你 胡月 对不起 请原谅我的任性 我发现今天有忘却破文 啊 凤大夫 您醒了 我发现今天有忘却破文 真是太好了 凤大夫 有个坏消息 必须立刻禀告你 周军派出了一支超过百胜之精锐部队 避过前线战场 一路直取超哥 什么 超哥如今兵马都在外作战 无法抽身回原 都以防备空虚 浩子哥晚安 子司马 请凤大夫尽快致超哥复原 可恶 那些周荣竟想指导我们国都 好 我立刻前往超哥 可是天灵 你身上的伤 国度有难 我可不能置若罔文 有劳你回报子司马 说我已前往出发池圆 遵命 今天给他拼全破 这是最后一个章节 章节了 超哥 竖反超哥 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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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哥哥 凤鱗 咱们的凤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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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被人家摸到超哥了呢 凤鱗都没在做事吗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力气 解放了你 哎呀 超哥 超哥悲剧了 那他居然还有一个之前是怎么回事 他的孩子 箱子 什么 那孩子居然是一只狗 那孩子居然是一只畜生 小八 早知道就不要理他了啦 我去 早知道就不要理你了 哦 赶快去营救国君吧 看那样子 国君好像也 不妙啊 这 怎么回事 宫殿 英后大人的宫殿被焚毁了 可恶 我来完了吗 啊 您 您是大家传门中的英雄 奉天陵 奉大夫吗 你们是 我们是幸存的守城士兵 苍天有眼 竟让我们给等到您了 我听到周人派兵袭击超哥 连忙赶回来协防 只恨迟了一步 那些敌人呢 封大夫 他们已经离开了 离开了 城破之后 他们便火速离去 朝西去了 那我立即转向前线 去协助主君大人 封大夫 不成啊 前线在得知朝阁沦陷后 军心大乱 据报 殷侯大人主力部队 已被周人给击溃了 什么 那主君大人 他可平安 据前线来吧 主君 他已退往龙潭沟谷附近 他被周人前线主力 与贡献朝哥的部队双面夹击 死伤惨重 听说江老子 已派出一名猛将 负责追杀国军 那人 听说名叫姬克 啊 仨克 可恶 又是他 好 我这就出发援救主君大人 若在晚现 空就来不及了 听你 走 别耽搁了 不对啊 这剧情不合理啊 我们的凤铃呢 凤铃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的作为呢 大人 已捕捉到咽喉的行踪 大人 您怎么了 好 我没事 你先出去吧 可 可是 还不出去 是 遵命 不好 这紫棋越法成功了 体内自欺 激荡奔存 难以驾驭 难以驾驭 我得设法先让心身平静下来 否则这紫棋 别会将我吞噬 好多了 都能够到够了 对 好多了 好多了 方才师尊下令我追捕婴侯 无论如何 我都不想错失这一次任务 可恨的婴口 你们害死了父亲 我即刻 非亲手包刺血海深仇不可 不 不对 可恨的并不只有婴口 阿克的怨念好深喔 当初 父亲是听了二叔的话 自愿去朝阁担任人质 营救祖父 二叔明知道当时赵王的老畜生 早已忌惮我们周人势力日益庞大 他知道父亲死刑 不必死无遗 为何出此剑影 是啊 只要父亲一死 二叔他便能顺礼成章 继人为世子 祖父过世后 他便继位 此后更异统了天下 成为天子 但这天下 本该是父亲的天下 这天下 是二叔从父亲手中夺走的 可如今 四叔忠心辅佐宋敌 而世尊也全力协助四叔东征 凭我一人之力 真能替父亲夺回他的天下吗 不 我不甘心 无论如何 我必定要夺回父亲原本的天下 这个阿克好像坏掉了 配话了 連师父 他连师父也要弄掉就对了 他连师父也要弄掉就对了 龍潭狗鼓 在哪里啊 我看到了 他跑好远喔 六拍五安 我 我有点感觉 饥客就是 为了黑化而黑化 就是为了制造出一个最终Boss 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他本来个性 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啊 可是却被硬弄成这个样子 阿嘞阿嘞阿嘞 哈哈哈哈哈 路过 不小心被喘进去了 这不是我的目的地啊 XDDDDDD 什麼飛機 上週哪還在飛機啊 想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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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